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Sekiyaki安东 在上一期视频里面呢,有很多观众在弹幕和留言里面提问 受注是什么意思 那么在这一期视频里,我们就一起讲一下 受注是什么意思,以及受注用英语怎么说 受注这个词本来是日语,但是它用汉字写作受注这两个字 所以呢,当这样一个概念从日本传到中国的时候 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沿用了我们这个可以辨别的汉字 也就是受注 这里的注来自寓文,写作汉字就是注文 也就是订单下单的意思 受呢,当然就是接受 那么受注就是接受订单这样一种销售方式 所谓受注就是先由买家下订单下订金 然后商家根据下单的数量去制作 制作完成之后补尾款并且把商品发给客户这样的一种销售流程 而正因为商家的生产数量是根据消费者下的单数而决定的 一般的受注贩售呢,就是不限量 就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只要你想买 只要你下了单就可以保证得到一件你心仪的裙子 而受注在英语里面怎么说呢? 它叫made to order 一般在这三个词中间会加两个连词符 就是小的dash 把三个词连成一个 那么made to order在一起作为一个形容词 用来形容受注预约的裙子 在这里面当然order就是注文 就是下的单的意思 而made to order就是根据下的单来制作的这样一个意思 而在罗圈里呢,像受注这样的销售形式常常用于超级大盟款 一般都会有一个受注再犯 那么受注再犯用英语怎么说呢? made to order, re-release 在英语里面每一次上新就是一次release release 所以如果你想问 AP